在中山區中和國小校長賴立文陪同下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特地會看中和國小大門口的花圃 因為校方反映涉及到進出學校入口處的交通安全和環境美觀 那這個轉角呢是一個死角 等於是說而且在草叢的部分呢 因為它草比較容易滋生 所以常常會有民眾呢在這邊丟一些垃圾 或是一些不該丟的東西 那我們想要利用這次呢跟議長這邊爭取一些經費 然後把我們這個轉角的死角地帶呢 做一些一個明顯的標示 那順便做一個美化 那也做一個我們基隆市中和國小的一個形象logo在這個地方 那讓民眾在進來的時候 安全之外呢也對於學校有一個更好的印象 那學校這邊的門口比較明亮 然後也比較好看美觀 然後吸引學生更多的學生還有家長 來我們中和國小就讀 一向關心教育的議長童子偉會看後 也承諾爭取15萬元的經費 協助校方進行改善 建構更優質的校園學習環境 學校也特別爭取我們這個校園 門口這個花圃的改善 我想我們也應該大力來支持 在經費上應該全力來協助 讓好的校長好的學校 都有發揮的這個空間跟機會 那因為中和國小這邊大家知道 這邊喜事在對面 那應該在這個前面的這些通學步道呢 或是車道 還有我們未來 一個學生規劃一個家長接送區 應該都來做一些逐步的調整 我想讓這個學生的安全 應該是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也來督促一下 自動施政府教育處 來看看怎麼樣來加速 我們各項建設的進行 讓小朋友有一個安全的通行環境 然後上學的空間 應該讓我們的教育資源平均的分配 所以我們應該來努力一下 對於議長同志委的幫忙 校長賴立文也代表中和國小師生們 表達由衷的感謝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